中国大陆广东省的人民法院 针对了两起跨境电信诈骗案 做出了一审判决 但法庭内这些被告全部都是台湾人 劝在中国大陆的法院里面受审 这两件案子总共29名的被告 最高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其他最少也要被关3年 还有罚金要付 29名台湾人被中国的公安部门 在2016年的9月 从亚美尼亚压解到中国大陆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法院审理调查 发现他们在2016年的7月到8月 涉嫌在亚美尼亚的境内 召集其他人利用发送语音 或是拨打电话等手段 冒充电信客服对中国大陆人诈骗 不法所得约有166万元人民币 因为亚美尼亚和台湾两方 没有正式外交关系 但亚美尼亚却是中国大陆的邦交国之一 所以这一批嫌犯全被送交了中国 法院宣称在案件的办理过程当中 对于没有聘请律师的被告人 也会保护他们的辩护权 还有其他的诉讼权利 但整个调查审理的过程都没有公开 却通过央视公布判决画面 还宣读被告的全民 想借此嚇阻警告台湾的意味相当浓厚